大師兄回來了 說什麼? 我感覺到全部回來了 老表我迎春花 人人笑喇叭 老惡在迎春花 無緣任戰爭不打 沒挑也迎春花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三個無辣辣 難難尋尋歡樂也 歡迎各位星體歸圍 有沒有留待開啟節說 又回來了 今天又加多節,有四海哥在這裡 很少喝 通常有些好的嘉賓 沒錯 我發覺一個先人,一個四海哥 話題是不絕的 但是先人是偏向玩的 而且可以溜到一些你猜都猜不到的 好像先人那樣,不講靈異 是不能停口地說 跟他一起說 講拍戲的東西 是一個心淵來的 一講靈異,他不能理我 你本行來的,大哥 不能理我 或是組織一下 我們上一節說的事情 想問一下,因為現在我身邊很多朋友 甚至乎已經 開始搞過台灣了 想問一下,四海哥 平心而論,香港人過台灣 你個人覺得是好嗎? 因為有什麼要注意 不要有下想 不要,首先就不要 就很輕鬆說 好遠,不要去做這樣的決定 我們去離開一個 我們土生土長,生於師,生於師的地方 第一,一定要問清楚自己 為什麼 我們去到一個新的環境 我們必然會遇到很多很多困難的 因為很多不適應的 至少,不是說廣東話 要不要說國語 你已經開始不適應了 還有去到一個地方 開個戶口啊,開個價錢啊 不是,我要提醒各位 是比深圳更嚴重 或者比廣州更嚴重 因為台灣真的不懂得說廣東話 是啊,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台灣,你要小心一件事 你去街市買菜,知道你是外省人 因為你去台灣去玩 是外遊人的 你去居住叫做外省人 你去到街市買菜 可能因為你的省殖問題 你那個菜本來是買十元斤 不然是二十元斤的 大家有沒有想到這些問題呢? 會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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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標明價錢的 不是標明價錢的 沒有的 因為他們呢 因為在一個海島國家 始終會有一些意識形態作稅 現在台灣的意識形態 不比香港的低 因為它都很嚴重的 所以大家要想清楚 台灣是否真的這麼政治清明呢 我可以很坦白跟大家說 是它有一個所謂的民主選舉 大家都認為 有民進黨當局 當政之後 他這次支持香港支持得這麼行 哎呀,好民主也好幫我們 大家如果這樣想的話 就注定你被人分為第一步 那這個阿四 那這個帶出一個問題 無可否認我們是香港人 對政治這個議題呢 其實不是那麼敏感的 其實香港人 國際政治 甚至乎可以說 整天香港人會覺得 我不管政治 政治不會搞我的 錯了 所以你說我看得很清楚 那這次看得很清楚 就是你不搞政治 但是香港人對政治 都偏向冷感的 就是比其他國家 但是如果你移民了去台灣這個國家 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全不理政治呢 會不會對你生活有影響 你對台灣必須有一個了解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叫台灣國 這個叫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現在的領土範圍 叫做台澎金馬 這個是所謂1993年的通過 一個所謂特殊國家決移民 中華民國有效管治範圍 台灣島、澎湖、金門、馬祖 和一帶的所謂的列島 包括南沙群島 所以要認清楚一件事 就是說 因為你那個國家的認同問題 跟香港是很不同的 在法理上 其實香港是歸中華民國的管治的 現在也是的 香港是屬於中華民國領土的 港澳 是中華民國領土的 但是現在經過當時國家決移民 因為在憲法上面 國家是講憲法 香港沒有憲法 只有基本法 基本法是被人游論到 所以就不用公佈香港時代革命 你會發覺一個憲法定名就是 這個憲法是一個統一的憲法 現在不講統一 我們無論怎樣都要光復大陸去統一 要將大陸統一 不是啊 大陸還大陸 台灣台灣 除非你是台灣獨立了 即是將中華民國滅了 去成立一個所謂的 即是台灣國 台灣共和國 這樣要修憲 透過修憲的程序 所謂修憲程序 就是必須要有三分之二的立法委員 即是現在117 113席的 至少有68席的立法委員 出席 然後出席人數的三分之二 再通過 即是78的議員 再三分之二 就是六十幾個議員 通過 然後等半年 等完半年 就是投票 投票率是一半的選民以上 才形成了一個所謂的議決 即是投票是公投 公投的 公投的 這個才會這樣 還有台灣 一搞到這一步的話 大陸說明 哭哭哭哭 即是就罵了 就罵了 但老實講 他嘴炮打了幾十年 他講了我二十幾年 不是啊 70年 70年 如果不是那時候 怎麼會過海 中間曾經發生過兩次嚴重的衝突 一次就是1949年的 古令頭戰役 共產黨當時以吹夫拉扭的軍力 在席捲中國 國民政府 國民黨軍隊 就是摸鞋玩劇走 結果 出奇地在古令頭 金門的古令頭 反敗為勝 打了一場漂亮的大勝仗 就將整個軍心定了下來 接著1950年 第二年之後 就六月25日爆發韓戰 韓戰呢 整個美國對華政策 由原先由司徒雷登 在南京上北京 承認北京的共產黨政府 馬上轉變為 繼續維持 跟蔣介石政府的 國民政府的關係 一直 第七艦隊駐守 台灣海峽 一方面 阻止中共 交放軍去解放台灣 另外一樣 亦都阻止國民政府 反攻大陸 這個就是 當時 歷史背景 第二次大衝突 就1958年的 八二三炮戰 八二三炮戰 當時呢 金門有一件事 很出名的 就是蔡都 蔡都就是炮彈 當時炮彈 有些炮彈 打了48萬發 48萬發 什麼概念呢 平均平方尺裡面 一個平方尺就下了11顆 哇 炮彈 就是整個金門散散了 對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今天 郭伯川 在台灣的軍隊裡面 他的聲望這麼高呢 就是當時在 八二三炮戰的時候 郭伯川將軍就在小金門 就是金門對出 有個小島叫小金門 他住在第六師師長 他第一個橫炮 就是當時 屌你了什麼 幾十萬炮 那時候 就是 你避都遺兇不及啦 他不但不避 馬上 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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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是受傷的 他的炮彈的碎片 現在還在他的腳 現在他九十八歲了 所以他就要是說 很多將領就不是吹回來的 就是人家 就是打回來的 起碼肯還 因為當時大家 可能張光人很少當個兵 不知道子彈聲 炮彈聲的分別 因為炮彈噴下來的聲音 是很令人害怕的 你的心理 心理克服不了的話 你真是怯得很厲害的 那種怯法是 死亡就在你旁邊 今天 你都怕 在旁邊 噴了阿爺 嘩 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會不會死很久 其實 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當時你不能這樣去打 但是 這幾十年大家是靜了 又到1980年結束了 單打雙不打 所謂單打雙不打 就是說 由1958年到1980年這段時間 就是 單日大陸打過去金門 雙日金門打過去大陸 大家是打空包蛋 打空包蛋 但是打空包蛋而已 你的蛋頭還是鐵的 裡面真的不下火藥 砰 就打了宣傳蛋過來 大家維持了所謂的 假戰爭狀態 是 一方面 方便民黨 CAM美國老錢 而共產黨是CAM蘇聯老錢 因為當時冷戰 有這個所謂的歷史背景 所以說你一定要清清楚楚 台灣有一個憲法 就是一中憲法 就是無論如何中華民國 只要這本憲法存在 就一定要一個中國 就不可以說 哎呀 中國還中國 台灣台灣 搞清楚 明白 中華民國的中國 就只有中華民國 就不是中華民民共和國 大家要清清楚楚 這件事情 所以我見我Facebook 經常有很多人誤解說 四哥哥你親中 我當然親中 我親中華民國 我現在明白了 即是你要搞清楚這個概念 我現在明白了 我聽你講完 即是你要明解一件事 你由切頭切尾 否定這個中華民民共和國 你才可以成功的 你不可以代表那個態度 你親中 你做這件事親中 你一講我中字 你又怕了 你將中共誤解為中國 你講中國文學 老表你見過我寫的東西 我不會輸蝕很多人 是啊 即是你說中國文學 中國文化 我不會輸蝕很多人 甚至比很多很愛中國的藍絲 很強很多 你如果是愛國 我知道我愛中國 是愛我這些 中國的文學 中國的歷史 中國的詩歌 中國的詩詞歌 中國的古典 我是很喜歡 很喜歡 中國的山河大地 我都非常喜歡 但是這件事 跟中國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 即是一定要 切割割 割裂了它 喂這個 這個殺人政權 這個 這個全家產政權 你一定要不可以承認它 是啊 你必然的 你必然否定它 有它沒有我 大哥 你不信就打糾我 你是沒有本事 我們經常都說 你台灣這麼冷靜 你究竟就出兵 你打得贏嗎 如果戰爭解決到台灣問題 你就不用一國兩制了 你就不用一國兩制了 你坐下來談 認一下壞 你不理 你不理 你解割軍 你只懂得操兵 操得很冷靜 真是戰場打的時候 行得冷 沒錯 打嘴炮 這件事 言歸正主說 你移民台灣 首先你這個概念會清晰 你不是說 今天好像幫我們 如果是幫你們 就免費給你移民 今天台灣 我們那時候去台灣 80年代 自自然然 成為台灣的國民 就拿了身份證 拿了身份證 就現在我們有中華民國護照 就可以投票的 有什麼好處 就已經入籍了 我們有權投票 也很老實 很多人不知道 就在台灣考完駕駛執照 就直接在香港吸牌 因為1955年的日浪亞公約 台灣是簽的 中國代表是中華民國 不是台灣 既然不是台灣 中國代表叫做中華民國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叫做台灣國家 大家一定要清清楚楚 叫做中華民國 那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沒有的 不好意思 所以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些所謂的駕駛執照 去到外國 他們不是要偷偷地下來香港 互簽香港那個 香港是要控制的 所以現在香港這件事 搞得紅紅火火 都不敢一下子出解放軍 一下子出解放軍 這些國際條約都死了 你明不明白 即是現簽下的全部 全部沒有了 一沒有了 以前都被你側側 你用香港這件事 要轉手 你又變了有 他在香港身上 拿了很多好處 沒有錯了 所以說 為什麼我這件事攬炒是聰明的 因為這個膽小鬼遊戲 最重要的膽小鬼遊戲 沒錯 我也是這樣說 這個是中華已經說過的 所以現在你看回 當你清清楚楚 你台灣的背景 你真是有個心理準備 你以為 去到 什麼不是民進黨 不是最民主的嗎 如果你這樣想 就很難說 人家都是賺錢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民進黨黨員 知道大陸的共產黨是最多的 沒有錯 沒有錯 絕對 真的 因為你要明白一件事 路表 民進黨這一站 因為我看得最大的 1986年12月19號 在原山大飯店承諾 當時每一個人 開完那個會 回到家 就打電話給路表 路表 你有沒有被人抓 國安抓你沒有 Kelvin 你第二天 我們還在 家門口 沒有吉普車 你老媽 會不會來 第一天沒有 第二天 安全 沒有事 是這樣 成王成恐成立 但是 當時成立的 很不好意思 當時 現在的黨主席蔡英文 還是國民黨 當時成立的 有一個叫做廢希平 有一個叫做附政 現在沒有人認識的 這些人 這些人是很有理想 知識分子來的 由黨外時期 一直去爭取這個 所謂的民主選舉 民主的政治 這幫人 就是拋頭盧沙爾 血的人來的 但是結果 現在民進黨 現在當政的就是 所謂的當日的美麗島事件 的律師團 這些既得利益者 這些藤家產 包括陳水斌 蘇貞昌 包括光鵬堅 包括這些人 蔡英文更加來想法 這個是國民黨的打手 今天香港人 我們不是曾經講過嗎 我們80年代的讀書 自然成為一個台灣居民 他將這裡不刪掉的 就是蔡英文 1996年 有一個所謂的 1997回歸之前 1996年的時候 台灣通過了一條 叫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就算現在 以前香港 香港在台灣 他有幾個部門管 一個外交部 一個經濟部 一個華僑委會 三個部門管 香港的 所以有很多資源 所以現在 老了國民黨 有美金收的 他們過了 叫救命 他們希望回到幾十年前 那種風光 睡醒了 一去不復 現在國民黨 窮了 但是竟然 還在懷念這些收美金的歲月 但是現在 1997年之後 歸了所謂的陸委會去管 就已經不同了 江景遠 不同了 所以你要清晰 那個政治的擺位 擺位 擺位 就是已經 今時不同往日 今時不同往日 但是 好像說這次香港的事件 令我非常非常失望的一件事 那些深藍人士 尤其是一些受過兩掌的 反共教育的人士 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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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誤會了 香港這幫藍絲 因為香港的 上街那些黃絲 他們很多是 民主黨也是綠色的 他以為那些就類似太陽花 那些什麼屁蟹 他以為這幫年輕人 搞亂香港 怎樣怎樣 破壞統一 居然有些這樣 居然這樣 連韓國瑜都搭到韓國瑜 那些藍絲就是和國民黨的同路人 他又不知道 藍絲後面就是紅色 他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我都掉到九彩了 我都 剪了很多所謂的 以前同志的朋友 我說 不好意思 我這件事 無論是藍 綠 紅 黃 也好 這個政見也不一樣 但是良知黑白 很簡單 很簡單 我說 你女兒一聲 你是不是被人強姦 你是不是受不了了 我說 你兒子如果去太子道 去示威員 你會不會去找 你會不會去追究原因 為甚麼 這些暴徒打警察 警察打回去不對 當然是對 但問題是為甚麼 你要問原因 要守根源 原因在哪 6月9日有人打人嗎 6月12日開始有人打人嗎 6月12日開始就有人打了 因為為甚麼 6月12日警察想滅了這幫示威者 警察打 圍城必決 三面圍著 沒有看一面 就逼他們 入中信太古大廈 玻璃打不到 關了那道門 然後三面射出雷彈槍 殺了那幫人 那幫人 是不是不可以反 是不是應該跪在那裡 被你乖乖的 好像民主黨那些 你表演被人打 坐在那裡 哎呀 哎呀 是不是這樣 我屌你了好不好 這是人性來的 你一旦違反人性 你是完全沒辦法接受的 結果這些台灣人 尤其是親國民黨那些人 他們覺得 藍營港 他們都是反中亂港 破壞統一人分子 甚至有藍營說 因為香港這幫人 令到韓國瑜的聲勢下滑 蔡英文聲勢上漲 他說你們不要搞了 等我們 要我們 要我們 你們只要 和民進黨擱席 我們就支持你 我說你是不是傻了 我說 屌你了 你 你們 選舉不利 跟香港人有什麼事 我說你做什麼 要我們 首先要支持 韓國瑜先戰 你又要支持 我不用你支持 你不支持 就被人推棄了 還不簡單 屌你了 你說你本就倒置了 你好像 那把槍 我經常罵蔡英文 因為香港事件 是檢查到槍 問題是把槍丟在地上 你是不懂得用的 你不懂得撿 人家撿了那邊 尤其是手槍 沒錯 好像那些玩遊戲 有一個問題 就是韓國瑜 不能倒 手槍變了 屌你了 MP5 現在變了 格林基炮 人家厲害了 說得完 人家問過你 你自己說不算 你個人根本就不及人家 你說韓國瑜 要回去看看 屌你了 你這麼簡單 不用回去看嗎 這些很簡單 我正如一開炮已經說了 香港 在法理上 是中華民國的領地 你當然有權出聲 你既然有權出聲 你想怎樣 你當然用你的意見 說出來 我認為香港要出兵 中華民國派軍隊過去 接香港的年輕人 屌你了 你郭台銘在競選的時候 都說一句 我們考慮將香港這些事業的份子 我們考慮一個寬容的態度 讓他們接收進來 郭台銘有說過 但你韓國瑜有沒有說 沒有 他還未懂得說 他還未懂得說 你說什麼 你到今天 我經常都說 究竟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 和中華國民黨的建黨理念 是什麼 今天這些深藍韓國瑜的支持者 知不知道什麼叫做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呢 再求於中國的自由與平等 那香港現在不是在爭取自由與平等嗎 是啊 對嗎 那中華國民黨的立黨理念是什麼 是建立一個大家自由民主均富的地方 那香港這群年輕人現在是不是在做這些事 那你不支持 一路屌民進黨在做這些 做什麼幫香港 你是不是傻了 你是不是傻了 你還在說 喂 你這樣就不行了 影響我們的選情 你韓國瑜的選情 那麼傻了 你跟我們香港人傻了 沒錯 你現在傻了 撿到暈了 那你有什麼辦法啊 大哥 你叫社會哥出條 我都幫你 不能傻了 因為你叫傻嘛 沒錯 喂大哥 你老婆 搞那個農舍 你一直說 蘇嘉全在宜蘭有個農舍 因為台灣的農舍 又不可以見別墅 你說 你說一路規定人 見別墅 你又不是一樣這樣做啊 你老婆 又可不可以自己 你說蔡英文霸佔官地 建祖墳 你加分你的老爸 又是建祖墳 那又怎樣啊 我真的不明白這些人 因為你自己在做的事 你敢去屌人啊 我整天覺得韓國瑜很像許志安 就是同話一樣 你現在明白這件事是什麼呢 都是欺人 現在國民黨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那個角色認同的問題 你一直說 你老婆 深藍的時候一直說 綠營啊 就只有顏色 就沒有黑白 那現在你看香港這件事 全都暴露了 你男人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你給年輕人上街就是不對 那些警察應該打死他 哇 屌你老媽 我看得到這些事情 那些是我的啦 我一定上台屌你老媽的啦 是啊 突然間忘記了我屌你老媽 原來我是國民黨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他真是屌你老媽 搞得屌你老媽 那些人 喂喂屌你老媽 你幹什麼 反黨 我說不是反黨 人有正義的 屌你老媽 你不屌就要屌 屌你老媽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我們講道理而已 對啊 你說我是盲目的 我到今天公開講 作為一個中國國民黨資深的黨員 國民黨今天拿一隻狗出來 我都會投國民黨的 今天我拿一條魚 沒錯 因為 某香港的主委 誰聽到這段音的 你錄給他的話 你都咬我不入 就是說 拿一隻狗 小女哥都會支持的 何況拿一條魚 沒錯啦 清清楚楚 不理他在哪個國家來韓國 南華北華 不要不要理 總之是一條魚 何況是一條魚 狗你支持一條魚 沒錯 不過那天 投票那天我煲不煲糖水 我不能知道 沒錯啦 要看火的嘛 哈哈 喝杯喝杯 哈哈 喂我沒有說不投誰啊 那不要冤枉我啊 投 當然投 我拿台灣 最搞笑的 在台灣沒有投票權 那些 你沒有投票權 那些人都咬你了好不好 當然 但是這個世界很多這些軍師 沒有冷氣軍事 慘了 你了 我有權投票 我有權煮糖水 你覺得我吃 其實我大佬都是這樣 八十年代 在台灣讀書 因為為什麼呢 他當了軍 是給他身份證的 是啊 兩年而已 是啊 是啊 我這樣想回來 為什麼那頭 這麼差 因為為什麼當時 有所謂那個兵役 就是 當過兵役 是啊 當過兵役 不是啊 那時候啊 我臨過歐洲那時候 之前啊 我老母真的想我去台灣 近一點啊 不是啊 她想我當兵 治一下我啊 你這個壞皮仔 你這個壞皮仔 她有兩個選擇 一是當兵 一是去瑞士 她選了瑞士 說真的 如果當兵 當時呢 其實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呢 我解釋給大家聽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怕當兵呢 因為當時 你當兵 在防部兵役科裏面 你要抽的 但是它是分體質來抽的 好像那些不戴眼鏡 身高170以上 叫做夾總體位 啊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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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 夾總體位呢 通常只有抽兩種兵 一個叫做獻兵 一個叫海軍陸戰隊 哦 最勇敢的 海軍陸戰隊 其實是兩隊 獻兵這件事 海軍陸戰隊很勇敢 有機會再跟你說 海軍陸戰隊呢 有一種呢 就叫海軍陸戰隊特務兵 即是蛙人部隊 哦 是蛙人啊 不是英文名 不是蛙人啊 不是蛙人啊 是蛙人啊 我師傅說過 小黑 是做過 是做過 是蛙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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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們最基本的分裂是什麼呢 下水 咬著把軍刀 是啊 由金門游過去 下門 再游回來 是啊 是規矩的 真的嗎 是最基本的 Sorry 以前呢 過所謂的畢業是什麼呢 就游過去下門 拿張電影院的票 蛤 還要進去買了兵 是啊 再回去 在五十年代是要拿人頭 是 拿軍營的人頭 因為當時兩岸的軍隊呢 曾經在小金門被人摸哨 摸哨 摸哨一營的軍官呢 沒有了 不是一營一年 一年 一年大概 七十人 睡那覺湯 所以要哨兵 所以說很多人 我又在那裏 又尋你講一句 當兵有一個所謂的schedule 當兵 譬如你是軍官 每個人要拿哨 做哨兵 每晚做兩個小時哨兵 每晚分四五間這樣 有個口號 口號就是葡萄酒 譬如今晚葡萄酒 問你 今天喝什麼酒 葡萄酒 紅葡萄 這個口號 答數 就是圍內的 管哨兵多人才知道 譬如你長夜晚不晚 會吞泊 睡覺 可以的 給你吃煙的 但很累 其實如果兩小時 我不會選擇睡覺 不是的 我沒有電話 沒有Facebook 給你摸的 你摸的 不是的 他不緊 早上聰明完 你是很累的 老皮 不能被你摸Facebook 他沒有Facebook 不要緊 沒有女兒看他 是呀 我摸Facebook 在軍營裡面 我摸你老尾 我的工作是這樣 小賣報告 阿沈叫雕蟬 我摸你老尾 我就是摸Facebook 看看有沒有一些fan 和粉 跟著 群隊裡面呢 要打荷爾蒙 因為每個要 因為你操 操的人很會打架 很容易耍女兒 因為你年輕 精力旺盛 經歷很旺盛 因為我當勇兵一下山那一刻 駕駛電單車的士都串駕 我一打瘋就爆瘋了 那個人是不想知道的 很難問的 不怪不得那時候我大佬的你這麼醜的樣子 隨便有女兒 我們說回哨兵是應該怎樣去哨兵 我現在都吃不下了 你還裹著死去 哨兵是怎樣的 程中是怎樣的 譬如是你拉哨兵 你看到前面的哨兵 譬如你是軍官 管理營營的 因為軍官要巡哨 我看到那個士兵 哨兵睡覺 那你怎樣處理呢 考你 一巴掌 不會 我覺得會用一些熊營 什麼熊營呢 要是有個程序 像你所說的 一巴掌上去 你會死 如果報告會怎樣寫呢 那個士兵寫 我當晚就 約一封攻 懷疑有個人共匪就潛了我們 所以我就有一刀殺了 一槍打死他 那時候你就是 死得很久冤枉 他就成為英雄 啊 真棒 所以不可以衝動 任何東西呢 軍隊裡面呢 是一個所謂的程序 你一定要依足個程序 因為軍隊裡面呢 全部是賀槍實彈 你不小心的話呢 你得罪人的話呢 白了你的東西 真的不可以砌啊 在那個程序裡面去玩 扭鹿飲 真的好老實講 你得罪我 我會引咎你 但一有演習的話 空包彈而已 我照在你後腦一開 你一樣死 那時候合法的喔 那時候 衝走火 不行嗎 剛剛才明明 不是喔 叫你瞄了去 是嗎 你是不是看不清楚啊 今晚聊天 不是啊 你要有這些東西的 就是你明白 在軍隊裡面不可以得罪人 得罪人很容易欺負的 是的 還有呢 可以說回你剛才那個所謂的 哨學兵的問題 就是看到哨學兵睡覺 看到哨學兵睡覺 在軍法裡面 就是現在沒有了 以前軍法裡面 是可以死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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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刑罰 為什麼呢 如果有共產黨 你累了別人死 潛了上來 割了你的頸 不要割六七十個 割一兩個 你都要死刑 因為哨學兵 你不可以睡覺 哨學兵的責任 不就是看著他 人家睡覺 你要醒 即是你叫我拍照 是啊 死好過我死了 不是 不可以拍照 你垃圾不可以帶相機 他的程序是怎樣呢 一看到哨學兵睡覺 第一件事不是吵醒他 第一件事 你的窗袋 你知短窗 一定有支手槍 開了窗袋 按住他的窗 開了保險 即是隨時打出 那時候的窗 兩顆子彈 第一顆是空包彈 第二顆是實彈 為什麼怕你走火 即是萬一走火都沒那麼傷 是的 因為上課一定要上課 軍隊裡面一定會上課 尤其是垃圾 上課 你這支曲尺很容易 走火 左輪就不走火的 曲尺會走火的 曲尺會走火的 曲尺會 會的嘛 即是屌你 但是那些燈都會 屌你 好你的牙咎演的 就是 按住 按住 開了窗袋 跟著第二步 什麼東西呢 拿走對方的窗 即是沙灘之窗 先 一定先摔下衣服 先摔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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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踢聲 過程裡面有技巧 你右手拿槍的 左腳向前 左手拿槍 右腳向前 跨前 步伴 步伴的距離 就一腳屌你老婆 踢他 就渴醒他 為什麼要步伴呢 因為他沒有一支槍而已 但是他有一把刺刀 為什麼要步伴呢 刺刀距離 對 就剛剛退到 即是一個人一發矛 嘩你老婆 嘩 掌管踢醒了 要受軍法 他當然是發矛 是呀 他知道打死你 他的報告就是他寫 他寫的報告 他寫的報告不是會沒事 他寫的報告 就寫得比你老婆 因為你死了 你就死了 無辜 是任夠你怎麼寫 不是沒有人錯 金輪拳 他一發矛 他就 拔槍出來 一槍就打破死他 就是你要比他快 即是他一想摸刀 你就一槍就扮他 那時候摸討 那時候摸討 當兵就是這些事情 你要當機立斷 他一踢他 即是踢聲他 如果他不反抗 就叫他 雙手抬頭 跪下 跪下 然後呢 就 叫人 上手扣 拖他 什麼MP 那些 一定要有這樣的程序 如果他企圖想掙扎 就 就 就 你要明白 軍隊裡面 你的敵人不只是 對家 你要懂得處理一些程序 即是你如果不懂得處理一些程序的話 你就死得很冤枉 哈哈 哈哈 幸好我們沒有過台灣 不是我們就 你死得很冤枉 就是 就是 和軍事都在那裡捕 夜晚呢 那些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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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去哭 你是ilen的 那些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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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咬起來 那些傢伙 對各位台湾的傢伙 那些傢伙 但他已經死了一半 那些是 這是新加坡 是嗎 新加坡 那些傢伙 不,新加坡也是在台湾上 現在還是要上 受兵役的 現在不用了 現在行行 沒兵رت 不用了 即是你自願無兵 以前是要... 規定嘛 以前怎麼... 曾傑倫都逃兵役 是啊 現在的兵不能打了 真的不能打 我們那時候80年代很能打的 很能打的 很能打的 那時候海軍陸戰隊 好像已經講過海軍陸戰隊 屌你畢業禮 就是怎樣呢 尤其是挖岩部隊 那個教官 帶你出來 一個帶四個這樣講 他是很衰的 就是看到海軍陸戰隊 即是挖岩部隊見到海軍陸戰隊 大家屌你了 最後都是 甲家家和甲家而已 都很厲害 這裡有四條海軍陸戰隊 一個打四個 我屌你老婆 阿Sir又痛啊 你忍不住嗎 因為挖岩部隊畢業 他走那個所謂天堂路 爬150米 那些石路 那些招石路 即是鞋滑滑的石 鞋滑石 鞋滑石就這樣爬過去 150米 就血淋淋的 爬到 鞋滑了 你忍住痛這樣爬過去 過了那條天堂路 你才叫合格 那時候是操得很難行的 還有 碎石路 還有一些叫做 橡皮艇操 六個人的橡皮艇 一個浪蓋過來 你不能動啊 哈哈哈哈 即是在海邊這樣 對呀 那些橡皮艇很重啊 哈哈哈哈 那些浪過來 還有那些浪過來 斜手鬥 小你老尾 哈哈 還有那些橡皮艇 啪啪啪啪啪啪 很遠而已 爬回來游回來 那些什麼 很遠的 那時候 那時候很厲害 那時候台灣 台灣的軍種 就比較上勁的是空軍 始終是空軍最好 到現在都是 那些是偵察部隊 那些是戰鬥機的機師 台灣是非常嚴格的 真的選擇得好 還有很多在美國受訓的 他們現在都是 是直接的 台灣的戰機 現在是封存在美國的 不是 他們有一部分 大概兩個中隊 就是在美國的 因為方便台灣的機師 直接去美國 跟美國的空軍一起受訓 沒錯 尤其是這些機師受訓 很多是受訓 聽聞 我都聽聞 就是訓練那些F22 F35 那些 美國 美軍最尖端的 就是頂尖的機器 台灣有部分空軍機師 是認識的 是認識的 就是 你突然間賣一架機給他 將來有什麼事 租一架機給他 他是認識的 即是突然間開波 你沒有放 給五部F22 租 租 買不可以的 因為根據上海公布 的協議 是不可以買武器給台灣 沒有說不給租 聽說沒有說不給租 一元租給你 是不是 兩月後還回給我 一個星期還回給我 一年後還回給我 不慘就還回給我 但租你也會拿 是啊 為什麼這群人 你不懂得拿 對 我天分高 不是 他玩電腦遊戲 玩下去嘛 最後Rex說的問題是對的 為什麼突然間有台灣人 會拿這些 不是 還有本身 中華都收藏了很多 退役了的 中華港公司就是 空軍的 退役了的 他的腐敗也因為這樣 因為這樣 其實台灣講很多話 就是很多腐敗的事情 好像剛才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講 繼續 繼續 最近爆了空軍 夾些煙 國民黨的吵架 很厲害 屌你 老米 這些東西 屌你老米 故意有之於金猶裂 你老米 你國民黨時代 沒有嗎 你膽敢說 因為當時人吃財糧 五六十年代 國民政府有錢嗎 沒有錢 喂 你坐到這個位 錢不要緊要 你不給我 阿公 你給個 炸一炸一炸一炸 我就行了 怎樣炸一炸 不就是做這些 走私營 不要問那麼多 就行了 你不要爛那麼多 你不要爛就行了 那時候 屌你老米 我所知 何止飛機運私營 屌你老米 戰艦 在越戰其代 運幾乎都黃金去台灣 屌你老米 你不要整天說到國民黨 是很乎到 好像神一樣 屌你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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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脫乎了 谷榮缸下來 你不是一樣為錢 你不要臭 我十幾歲 第一次游浮 就是 帶水貨去台灣 不是啦 很年輕 很年輕 八九十年 八九十年 在日本台灣 很年輕 帶水貨 走到瑤柱走到冬菇 大陸野 大陸野 騙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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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來才知道 我不能知道騙仔王是什麼 其實我老爸開了 財寶 我都沒有問過 你老米 這些是福建藥 是福建藥 是福建藥 很貴的 因為他有幾個名貴藥 刁湖 火機 騙仔王是這個 正朝大內醫生的配方 我覺得這些功能 現在又沒用啦 演員是有用的 但藥沒那麼好 自我火車又不好 是我被惹員 騙仔王 我覺得這些東西 她好像是乾藥 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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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毒的,還有劇毒 劇毒的? 是,蟬蘇嘛,他有讀蟬蘇嘛 我小時候經常跟我老爸去南北港 蟬蘇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蟬蘇就是那些奶蝦毛嗎? 奶蝦毛呢? 醉毒甜蘇? 不是! 那些皮那些嗎? 不是,眼角後面 噢,剛剛會射出來的 他就怎樣採蟬蘇呢? 蟬蘇就放進黑桶裏面 啪啪啪啪啪啪 他一怕就咳咳咳咳出來,就採回來的 蟬蘇有什麼用呢? 就麻痺心臟的 以前他毒藥,為什麼說毒藥呢? 他說,你的心臟呢? 過兩話心臟麻痺是死亡的 但是這隻蟬蘇很奇怪的 他的藥效呢,就是 他就令到一些腫瘤會燒水的 去腫瘤的 就是去毒公毒的原理 騙仔王幾味弱的 蟬蘇我所知一定有蟬蘇的 六神院都有蟬蘇的 你只要用得適當的話 你又不會死 用過兩就死 所以騙仔王,你一下子搭桶裏 就行了,買定棺材 死掉狗 因為蟬蘇份量高的 可能現在不會死的 因為都沒有了 我屌你了,那隻原來是普通青蛙 我就是捉出車下蟬 我是覺得奇怪 因為我看到店鋪有 但是為什麼會被我帶呢? 騙仔王,我又不知道價錢 我不願意 貴啊,那時也貴 救命藥 那時尿得到處都買到 你不覺得是什麼 現在貴啊 現在很貴 或者問一下四凱哥 又回到移民那裏 就是剛才講的政治的佈局 其實台灣的稅高不高呢? 高的 因為台灣的稅呢 你基本上 你簽約和人做一宗生意 在簽約的過程裏 你會抽百分之十的稅 就已經繳了稅了 即是我和你做生意一百萬的 是的 我就要交十萬稅了 你只是收得了九十萬 所以你很多事情要了解 還有像剛才所謂的投資移民那些 即現在市面上賣的那些 你必須要了解清楚一件事 核數是誰做的 那條數是怎樣去計 還有你投資移民 那個是什麼事業 經濟部批不批 經濟部一批是有個檔號的 那個檔號在電腦查到的 你叫他給你一個檔號 不能騙了吧 那譬如我們做電影的 我們可不可以一起 我查過了 電影不是那類的 他有幾十類在 那他就說六百萬台幣投資移民 即是八五萬港幣左右 那就有很多的 最類近我們那個叫做廣告創作 或者是當媒體創作 但是電影 電視這個 沒有電影 但你這個六百幾萬 剛才你最難在哪裏呢 第一 你那個事業要得到 經濟部銀行 你才可以成立 你六百萬是符合這個規定 譬如我做廣告的 基本上你批不到 譬如我做廣告的 你八字黑字廣告創作這部 可以 但是到我真的要申請的時候 入籍的時候 經濟部 他未必會批你的 沒錯了 沒錯了 他可能說 你這些台灣有很多 不用了 你下來真誠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他要你證明每一年那個 流水 收入額 有多少 你證明不到 剛剛一個職業 所以這些 你一定要跟當地的廣告公司合作 但是廣告公司 別人肯跟你合作 肯簽這個 就是肯保你的 你不可以給了數人 肯定 那是不是原先的 你拿5萬可以投資移民台灣呢 睡醒了 現在12點幾 21點了 老實說 沒那麼簡單的 因為台灣人是一個很狡猾的民族 喂 如果dayback 我們不說香港人移民 如果現在的學生 升學 我們不說移民 升學 譬如我想去台灣讀書 台大 去台大 但是今年 現在這一刻 就已經過了升學的年間 如果要升學 你就必須要留意香港 海華青年服務中心 海華青年服務中心 這個 尖沙咀開房 這個就是 教育部 台灣中華民國教育部 主香港的機構 法定機構 這個你留意一下 他的申請表 另外 台灣 中華民國政府 就因應香港的情況 可以落地簽 聽我說先 不是 一些年輕的學生 如果有興趣 可以盡早在台灣讀書 因為現在雖然過了那些所謂的 申請學校期 但如果他有興趣的話 我對台灣真的很響 插班 我覺得香港是很令我失望 想插班 那怎樣呢 有辦法找我 就是說聯絡這個台 可以安排一些 對啦 我們的page 即不是一定升大學 中學那些都可以 可以 可以 要的四個幫忙 不是 你幫忙 我們幫忙 我們幫忙 你幫忙 然後我會給一些聯絡 怎樣去安排 就是怎樣去 一些年輕的學子 中學如是 大學如是 可以用插班 計分的方法 就可以進去 隨時插班 隨時可以離香港 去台灣升學 不是移民 升學 升學 過去讀書 多少會講 尤其是 譬如說 有些人說 我很怕審訊 我怕我一判就暴動 再判幾一年 那怎麼辦 就不要在前途 那就讀書 讀書好 讀書就有前途 其實我最想知道 這個 我今天 我最想知道 怎樣令年輕人 沒有什麼後果 那到時就PM我們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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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什麼 就是他們想去升學 對 老實說 不知道 一人做事 一人當 沒有面對法律 法律是需要面對的 如果法律是公義的話 你一定要面對的 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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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完美演應我這句話 沒錯 但是我只會認為 讀小孩讀書是重要的 沒錯 那既然呢 社會的法律 不知道是否公義的話 那就不如讀多些書 你不讀多些書 你不讀多些書 才知道法律是否公義 中國的正統文化在台灣 這個是真的 沒錯 正統文化 有些什麼問題 如果觀眾找到你的話 我們可以 透過你們 我們就看看 娛樂無窮 at ragazine 對 Facebook page 你說一下聯絡方法 你要護骨走就行 你要那些 你要那些 你要強身健體又行 強身健體又行 要增長香港又行 沒錯 要繼續深造又行 要面對公義的法律又行 得了 想瞭解 要堅如鐵棒 更加要找我們 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其實我覺得今天不夠後 我要再請你 好像剛剛在開球 是啊 現在 其實酒都還沒說完 不是 分幾集 很多東西 我可以跟你說酒 可以跟你說少許 可以跟你說女人 風格說 可以跟你說茶 沒問題的 茶煙飯酒 剛剛才說 我說女人我輸 好啦 是這樣的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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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